1个号码 那这边为什么会有这个判断呢 因为呢 还会有什么特别号 所以比较麻烦就是说 我们判断如果I如果是小于6的话 那表示1到6号 那我们就跑什么呢 小于6的话 对1到6号 因为0 这个地方0到5 0到5的话是跑这边 然后呢6的话呢 就跑下面这个特别号 好那再来底下这边 会多一个判断 判断什么呢 我们要加上什么 加上0 如果说我今天 这个地方没有判断的话 假如我这地方没有判断 我们没有判断 输出的结果 先把这个搬上去 OK那我底下 我先暂时先不要判断好了 好不判断的话 你可以用一个 Ctrl加斜线 把这个放在选举桥 把它做一个注解 那如果输出的话 各位可以看一下 如果现在输出会变什么呢 你会发现 输出的话会有个问题 第一个 它的那个 有没有换行符号 对不对 它不会换行 为什么呢 各位有没有观察到 LN 没有LN 如果你要换行的话 请你再print出去 加上一个LN 那LN呢 其实就是一行的 就是line 多一个LN OK那我把它输出 LN 好那如果现在 假设没有判断下面的话 输出的结果 会是 有没有 那个 小于 10 就是说呢 1到9呢 它前面不会加0 但是如果你今天要加0呢 有什么方式的话 我们可以在底下这边 判断 多一个判断式 那判断什么呢 如果 这个值 它小于 10的话 那小于10的话 只有1到9 那我们就怎么样呢 在输出的时候呢 加上一个0 然后再加上 它原来的数字 反之的话呢 那它大于10的话 就不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 可以把 这个后面的这个值 搬到下面来 输出 那它就会把 前面的东西 再加上后面的 这个数字 好那这个地方 这里也不要 然后把这个 输出有换行的部分呢 也把它删掉 那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把它输出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OK那看到的结果呢 这个没有 小于10的 再一次 OK那这边的话呢 就会有一个3 它输出的话呢 就会自动补一个0 在前面 好那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试试看 那相关的程式码 我也把它放在 这个分享区里面 所以各位如果要找 那个程式码 找到程式码里面的话 找到有个TQC的底线 Java 那里面的话呢 就会有101 这个第一个阶段 这个图 你把它点下去之后 可以看到 我刚刚打的程式码 在这个地方 试试看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梓